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恶劣最严重的一起盗墓案 一座诺大的皇家陵墓 从壁画到陪葬品被搬得一丝不剩 甚至连重达27吨的石果 都被以100万美金的价格 卖给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人 由于损毁严重 专家进入地宫后直呼杀千刀的不是个东西 恨不得当场把盗墓贼痛扁一顿 那么问题来了 重达27吨的石果是怎样不翼而飞的呢 这座墓的背后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2005年8月傍晚 西安市长安区派出所接到了一个奇怪的报警电话 有人盗墓 你们赶紧过来呀 15分钟后 专家抵达了现场 这个名叫庞留村的小地方 山坡下赫然出现了一个5米宽的窟窿 是盗洞 我们下去看看 两分钟后 终人来到了牧室前 睁眼望去 只见一个石头砌成的涌道 长不见底 诡异的是 墙壁上早已空空如也 连内室的棺材 陪葬品也都被洗劫一空 这活也太讲究了 跟搬家公司似的 尽管考古人员使出了浑身解数 也还是没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拍了几张空荡荡的照片 将此案搁置起来 彼时的西安城 某家豪华夜总会内 一群出手阔绰的家伙正在疯狂消费 他们共有七人 领头的叫杨斌 道上人送外号杨一手 据说只要是他蹚过的墓 连个渣子都不会剩下 不同于当年大名鼎鼎的盗墓祖师爷姚玉中 杨斌瞄准的墓不是未探明的 就是被博物馆移露的 里面的宝贝又多又安全 随便拿到美国去 都能换十几箱人民币 大哥 我祖上做过宰相 墓里留了不少宝贝 要不您受累 帮兄弟一把 说此话的人名叫吕富平 他谄媚的给杨斌倒了一杯酒 屁打个事 明天就去 此刻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来无影趋无踪的 会栽在自己人手里 2006年1月 一批价值连城的青瓷 突然出现在西安古玩黑市 其中的郑和鸣三族社宴 香吟花口清又刻花拨等 行器罕见保存完整 一看就是粉里刨出来的 为了诱捕幕后的卖家 警方在市场周围布设了天罗地网 很快 一个名叫吕富平的家伙 在交易时被人赃据获 审讯室里 他一五一十的爆料 这些东西全是兄弟们帮忙弄出来的 加上吕富平 这伙人一共七个 由于擅长盗墓各有绝活 江湖人称盗墓界王上七五海 在过去的半年里 他们已经挖出了四座大墓 每一次都会销往美国 换取一箱箱的钞票 你们的窝点在哪儿 老实交代 还有谁参与了盗墓 按照吕富平提供的线索 2006年2月12日凌晨 警方终于在一间出租屋内 把其中的四个人安在了床上 据他们交代 每次行动前 老大杨斌都会拿出一份计划书 从哪里下铲子 该怎么挖 事后如何销赃 全都安排好 滴水不漏 没多久 正在外面潇洒的杨斌就落网了 面对白纸黑字 他距离力争 你说我盗墓了 证据呢 你们不能平白冤枉好人吧 原来这位盗墓匪头子 平日里精通伪装 他早年间从事电影场摄影工作 后来又在西安市博物馆旁边 开了一家服装店 每天进进出出 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这可如何是好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时 一个民警注意到了 七五海中郭某腰间的钥匙 他又长又细 一看就不是寻常门户使用的 顺藤墨瓜 警方又重新走访了 私人被捕时的出租屋 结果发现 隔壁就是一间高档次的小区 经过挨家挨户的检查 最终找到了一个 国外进口的保险箱 打开后 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火药 雷管 一罗罗的美钞堆在角落 下一层还搁着防夺面具 猎枪等大家伙 这是啥 中间的一个移动硬盘 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将其插在电脑上播放 几千张图片瞬间映入眼帘 幽黑的木道 五彩的壁画 晶莹剔透的珠宝 看得人眼睛都画了 这其中有一具石棺 格外引人注目 它又高又大 表面雕刻着门窗腾的木件 四周还有侍女图 动物浮雕 这究竟是什么 从石兆来 面对铁正如山 杨兵依旧是守口如瓶 无奈之下 警方只好把图片发给了考古队 很快 消息传来 这石棺可是国家级的重器 千万要追回来 只有皇帝皇后这里 才有石棺 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 最恶劣 最严重的一起盗弯 一座诺大的皇家灵寝 从壁画到陪葬品被搬得一丝不剩 甚至连重大27吨的石果 都被以100万美金的价格 卖给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人 由于损毁严重 专家进入地宫后直呼 杀千刀的不是个东西 恨不得当场把盗墓贼痛扁一顿 虽然杨冰等人始终不愿配合 但专家们还是通过观察 发现了这尊石棺的秘密 它重约27吨左右 表面撰刻有侍女 花卉等图案 其工艺应该出自圣唐时期 按照这个线索 警方拿着图片 一一在档案库里对比 最终发现 一年前 那个被搁置起来的悬案 与石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天中午 专家组抵达旁流村 经过勘探 发现这是一座规模空前的 唐代皇家陵墓 其残存的七个天井 搁在两千年前 是帝王皇后才配相有的藏制 但令人触目惊心的是 墓室早已被人搬空了 连墙上的壁画都被故意毁坏了 据说是因为杨冰怕被墓主人报复 因而用刀子划破了侍女们的眼睛 真是个挨迁刀的 作孽呀 望着这些支离破碎的宝贝 研究人员气得牙都咬碎了 出于不甘心 大伙又对周围的角落进行了地毯式搜查 结果有了意外收获 这是一小片汉白玉雕刻的牌子 由于太过不起眼 在砸碎后躲过了那场浩劫 擦去上面的尘土 可以清晰地看到 真顺两个字 以此为线索 专家们调取了唐朝史料 结果震惊所有人的一幕出现了 这座墓里躺着的 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真顺皇后 她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挚爱 早年间优名武惠妃 因为人美心善 深得帝王宠幸 公元737年病逝后 李隆基追封其为皇后 嗜好甄顺 并以皇后大礼下葬 因为担心她死后身体腐烂 征召天下顶级工匠 打造了那枚价值万斤的石果 至于墓里的陪葬品 更是多得数都数不清 俗话说 苍天有眼 纵使杨斌再狡猾 再滴水不漏 她也没料到一枚玉片戳穿了她的把戏 说吧 那句武惠妃石果去哪了 这一次 这位盗匪头子没有隐瞒 据她交代 石果因为太重 被她切成了33块 一件件打包运到了海外 其间多次转手 最终以100万美金卖给了美国佬 得知是武惠妃的墓 对方眼睛都瞪远了 其余的宝贝 也都被这伙人换成钱拿去挥霍了 为了追回这件无价之宝 中国方面紧急联系了美国古董商 最终在威逼利诱下 对方同意归还武惠妃石果 2010年5月 经历多日的修复 石果终于重现风采 上面的浮雕彩绘 在灯光的照耀下栩栩如生 恍惚间让人看到了那个灯火璀璨的大唐盛世 至于杨斌等人 也为自己的猖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